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主人都是当时在菲律宾抗日的华侨 来看 就是画面上这几位 这九位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外交官 左上角的这位 他的名字叫做杨光生 1938年杨光生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 为抗日募集华侨捐款 1941年日军大举入侵菲律宾 十几天之后 马尼拉被宣布成为了不射皇城市 陷入了一片混乱 作为外交人员 杨光生当时完全是有机会安全撤离的 时任美国远东军司令的麦克阿瑟 就是杨光生的邻居 他在撤离马尼拉的时候 还专门在最后一架飞机上 为杨光生预留了一个座位 不过杨光生还是婉言的谢绝了 为什么呢 他说身为外交官 负有保护侨民的重大责任 在没有接到命令之前 绝对是不可以善离职守的 谁也没有想到 几天后 日军竟然无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外交豁免权 将杨光生和其他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那日军为什么要抓这些外交官呢 原来杨光生一直为抗日筹款积极地奔走 还鼓励遭受不公待遇的华侨进行罢工维权 早已经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日军逮捕杨光生等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一笔钱 什么钱呢 原来当时中国财政部曾经委托美国政府 代为印刷一笔钞票 而这艘装满钞票的船 由于交通阻塞滞留在了马尼拉港 日军威逼利诱 想让杨光生说出这笔钱的下落 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杨光生等人 因怕巨款落入敌人的手中 早就有所准备 将这笔钱一把火给烧了个金光 于是恼羞成怒的日军 将杨光生等外交官关进了水牢 你看就是这个圣地亚哥炮台 面对严刑拷打 杨光生并没有屈服 1942年的4月份 日军将这些外交官押送到了 马尼拉郊区的一片草挖地 集体枪杀之后 埋在了一个大坑里面 由于日军一直封锁杨光生被害的消息 直到1945年 盟军光复菲律宾 杨光生等中列的遗骸 才被挖掘出来 他的家人 这才知道他早已经殉难 你看 这就是当时他的遗骸 指认的这样一个现场 家属们都难掩背痛 辨识遗骸的凭证 就只剩下了这几根残破的皮带 一年之后 杀害杨光生等八位外交官的 袁兄大田等人 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1947年的7月份 菲律宾华侨们 为九名烈士举行了攻击仪式 烈士中海随后 由专机带回国内安葬 目光在转向埃及 你看 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街头的一个报摊 您看这份报纸 乍一瞅和周围的阿语报纸 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您再仔细看一看 报头有四个汉字 中国周报 这其实是一份华文报纸阿语版 您可能会问了 这报纸的销路在当地怎么样呢 有人会买吗 我告诉您 多的时候每期能发行三万份 少的时候也至少有一万份 那么到底是谁在埃及 办了这样一个华文报纸呢 就是他 马强 山东西南人 39岁 回族 2000年因为出国留学的机会 来到了埃及 刚来的时候 因为手头比较拮据 马强当过学徒 也摆过地摊 而一个穷小子 是怎么成为了一家 华文报社的社长呢 马强说 当时埃及大大小小的商贸展销会 办得很红货 里面有不少中国商人 于是他就决定到里面去碰碰运气 我就找了一个中国人 给人家说 我说你管我饭 我练语言 我给你帮忙就行了 辛苦打工三个月 一分钱不拿 中运的老板也看不下去了 对马强说 我给你点货 你拿着卖一下 就这样 马强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从一个怀穿200美元前来求学的小伙子 变成了公司 年贸易额超过百万美元的企业家 那么他又是怎么想到要去办一份报纸呢 这还要追溯到他刚来到埃及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经常被当地人的一些问题搞得是哭笑不得 你怎么不留便呢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飞檐走壁啊 他就觉得中国非常落后 还想着我们中国还是在点煤油灯 还是在马车的时代 所以说我觉得我有那个义务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所从事的一些工作 让埃及人真正的去了解中国 然而在一国办一份华文报纸 其实呢并不容易 2012年半报初期啊 报社一共只有三个人 除了马强 另外一个主编 一个美编 都是埃及人 直到后来呢 采编队伍才逐渐的壮大 现在这份半月刊呢 已经出版了51期 中文版每期发行5000份 向华人免费发放 阿语版呢 则在当地书摊公开出售 马强说呢 他的根在中国 埃及是他的第二故乡 只要条件和能力还允许 他希望能够为推进两国文化传播和交流 再多做一点事 目光转向美国 画面当中 穿着格子衬衫卡齐色马甲的小伙子 正在被一群黑衣人围攻 看现场拍摄的画面 您可能会觉得这些人的功夫 挺业余的 可是呢 加了特技之后 你再看 是不是很炫呢 那么到底是谁有这种点时成金的能力呢 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黄骨子 是一位美籍华人 年纪29岁的他呢 不仅是一位特效大师 还是一位出色的电影制作人 黄骨子祖籍广东 九年前还在南加州大学电影学专业学习的黄骨子呢 就通过制作视频短片 在网络上积杂了一定的人气 毕业之后 黄骨子拍过电影和电视剧 可后来 他慢慢发现啊 这个网络视频啊 具有成本低 覆盖率广的特点 而且呢 特别容易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几个人一起拍摄了百余部 您刚才看到的那种网络视频 黄骨子和他的朋友们 既制作短的小视频 也制作电视剧 但不论篇幅的长短 这些片子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视觉特效 超级赞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做特效 是相当烧钱的 那么黄骨子的团队 哪来的资金呢 靠众筹 就是通过网友的力量 你出一块钱 我出两块钱 就这样 一点一滴的把钱凑起来 你可能会说了 这一块两块的 能凑多少钱呢 正所谓 众人食材火焰高 三年的时间里 总共有将近三万人 汇钱给黄骨子 他一共筹到了超过一百 九十八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一千两百多万的制作资金 你看 有资金 有创意 还有技术 种种优势 让这位年轻的华人 受到了海内外 几百万网友的追捧 咱们中国网友 还亲切的给他起了一个昵称 叫做华人小胖 好 再来看澳大利亚 画面上 这位是前不久 刚刚当选的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议员 科民斯 他在就职演说上宣布了一项提案 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什么提案呢 他希望将汉语普通话 纳入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小学教学大纲 作为强制教学的科目之一 随后呢 州长及反对党领袖 纷纷表态 支持新州儿童 加强学习普通话 那科民斯为什么要提出这项提议呢 他是这样解释的 强制普通话教育 对于澳大利亚的商业和贸易发展 有着积极的影响 而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 应该在了解亚洲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 让澳大利亚更好地融入亚洲市场 另外因为科民斯所代表的高加华选区 是新州华人比例最高的州选区之一 他本人就有非常多的华裔朋友 因此他能够深刻地认识到 学说中文的重要性 并推出强制学习中文的政策 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了解目前科民斯的提案 还没有被党派采纳 仍属于个人观点 实现在转向美国 平时听到谁的银行卡 遭盗刷的新闻 总觉得这是别人才会发生的事情 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其实危险就在每个人的身边 这不 家住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程女士就遇上了 你看她手上的这张银行卡 然后有一天呢 我在MHURT这儿呢 碰见他们的银行的职员了 他们职员说我这个卡 账户有问题 钱有问题 我说不会啊 我从来没有动过这笔钱啊 我就去银行了 他们的银行行长跟我说呢 说我这个钱 被犯罪分子在网上盗 盗用了 四百多美金 程女士马上报了案 可是警察说 只有抓到罪犯 才能够追讨这笔钱 她又找到了银行 想从银行把这笔钱追回来 但是当时距离这笔钱被盗走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银行方面说 如果交易之后的六十天之内 用户没有提出异议的话 钱就没办法再追回了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程女士没有马上发现 过了申辩期才发现存款被盗呢 原来这个账户啊 是程女士在两年前开设的 里面存了五百美元 一直都没有动过 两个多月之前 程女士的账户呢 发生了一笔交易 银行方面觉得很可疑 就在通话款前 通过程女士之前留下的联系方式 试图联系到她 原来程女士在此之前 换过电话和住址 却没有告知银行 这才没有收到银行的电话和信件 在这里啊 我们呢 也是提醒您 变更了手机号码 或者是家庭住址之后 别只通知亲朋好友 还要记得及时的告知银行 更新您在银行的联系方式 目光转向阿根廷 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阿根廷圣达菲省和布伊诺斯艾利斯省啊 接连发生了两起华人超市遭劫事件 共造成了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歹徒为了抢走财物 手段是非常的残忍 在这里呢 我们提醒在阿根廷的华人 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 提高警惕 目光转向澳门大熊猫夫妇啊 刚刚入住了新军 你看 左边是老公开开 右边是老婆 欣欣 他们俩呢 最近刚刚搬进了澳门石排湾公园大熊猫馆 你看 这是石排湾公园专门给他们布置的这样一个新家 装修的 嗯 还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呢 这对大熊猫的名字背后啊 还有一个小故事 原来五年前 中央政府就向澳门赠送过一对大熊猫 名字叫做开开心心 令人遗憾的是 其中的雌性大熊猫心心 在去年因病逝世 于是呢 中央政府决定 再向澳门赠送一对大熊猫 就这样 本名叫做亚林和鼠戎的熊猫夫妇 就改名以开开心心的身份 在一个月前来到了澳门 目光在聚焦澳大利亚 这个旋律 您能听出来出自哪里吗 告诉您 这是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 黄河传夫曲的片段 正在排练这一经典作品的 是澳大利亚黄河合唱团 团里呢还有一位特殊的成员 是谁呢 就是她 张安迪 她是黄河大合唱 辞作者光魏燃的女儿 今年61岁 1987年来到澳大利亚 2000年成为 澳大利亚黄河合唱团的第一位成员 在延安的时候呢 她就那个预念了显星海 这样的话呢 她们两个呢 就合作了 然后她们就很快就在延安第一次演出这个黄河大合唱 今年10月4号 黄河合唱团将把黄河大合唱全部八个乐章 搬上七年舞台 用重现经典的方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驱使重演 视线在转向瑞典 你看 画面上正在为武龙点睛的这两位 左边的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陈玉明 右边的是斯德哥尔摩市的副市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原来这是由瑞典华人社团 瑞京华人协会举办的风筝节 你看 活动当天不但有武龙武师 还有中国武术表演 而且所有参赛的风筝 都是中国传统的风筝 今天已经是瑞京华人协会举办的第六届风筝节了 这次共有上千名瑞典华销华人和当地的风筝爱好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也是历届最多的一次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您见过在拳头上表演的芭蕾舞吗 接下来就带您去现场去看一看 这是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的一个杂技表演团 今天晚上这里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杂技表演 演员们正在紧张的排练 画面中您看到的是今晚最难的节目 拳上芭蕾 这个动作是拳上芭蕾的精髓 王子要用两只拳头把公主高高举起 而公主则要在拳头上立着脚尖舞蹈 那么这次她们会成功吗 果然 菲菲站在拳头上没多久 由于重心不稳就掉了下来 那么一个人是怎样才能立在不足十平方厘米的拳头上 这拖是干嘛的 对 那么这个站在她手上也不平稳 也太疼 站在这 也没有中心 这是后来发现的吗 就是练的过程当中才发现 对 然后这是让我霸过汗 邓润飞今年14岁 他的搭档陈石磊今年22岁 他们都来自新西兰的泽卡马戏团 单就这一个动作 他们两个已经练了整整一年半 可是按照石磊的计算 成功率还不到40% 看来其实是没什么 但是这 是一个轴 是活的吧 肩膀是活的 这是活的 你看一截 两截 三截 他脚尖这样站进去 这样晃 这样是一截 然后他脚弯呢 他脚弯有点硬度 他一软 脚都变 脚都变意味着什么 脚 就碰 瞬间的脚 飞飞说 两人为了练成这个最高难度的动作 好几次都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你看我这个手 对 就这个手 这个手 关节脱吧 比这个脱 你看这个比这个细的 我就保护他 这一个指头大到他腿上 我一扔 一扔我劲了 特别大 我一扔 一扔一转圈这个动作 他直接跑那边去了 我才吓得我 他头疼力的 头疼力还在旋转 他一会掉地下 就完了 真是完了 然后我 实际刹一步 这一个指头 这个手都没够着 这一个指头 这样够他腿 当时我这这六 咯吧咯吧 香 晚上六点 观众们开始陆续录唱 由于新西兰很少能看到 来自中国的古老杂技 所以马戏团的每场演出 都是作物虚习 飞飞和石磊也开始在后台准备 他们则先要表演 肩上芭蕾 整个表演 飞飞都是站在石磊的肩上和头顶进行 这也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表演 最后石磊要用双拳 把飞飞高高举起 表演拳上芭蕾 那么今天的演出 他们能成功吗 比赞 李宗盛的肩上芭蕾 比赞 李宗盛的肩上芭蕾 比赞 李宗盛的肩上芭蕾 石磊和飞飞的表演给新西兰的观众 带来了一阵阵的惊叹 获得了全场观众的喝谈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舞台上每一分钟光鲜的亮相 都是台下无数汗水和泪水的累积 我们发现在石磊的肩膀上 飞飞踩过的地方有着一大块伤疤 冬天我这时候刚练的时候 这块的这一层皮全烂了 然后第二天上磕尖了吧 磕上那个疤之后 他用方向去站 站上去没事 然后他在这一年 连尖 那个盖家带那个肉 那个嫩肉 我冬天特冷 一拖特冷 冬天 零下一个 我还一转 那看 带着蒸汐 刮了留着 这么苦怎么不放弃呢 换一个动作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会 因为这个就难 又难 他又受罪 所以我们停过来了 飞飞和世磊对新西兰并不陌生 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到这里巡演 泽康马戏团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大陆华人创办的海外杂技魔术表演团 他们的总部就是河北杂技学校 这支海外表演团总共有18个小演员 平均年龄只有18岁 每个表演周期是两年 从新西兰最北边的卡塔亚到最南端的因佛卡吉尔 形成10万多公里 两年间 他们几乎走遍了新西兰的每个城市和村镇 走到哪里就沿到哪里 那么这个18人的团队是怎么在海外生活的呢 三月的新西兰还有着一丝丝的凉意 天高亮 石磊作为团圆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大哥哥 第一个起床 他们在新西兰的家就是这辆房车 虽然看起来拘无定所 但是孩子们说 这叫车轮上的家 洗漱过后是早餐时间 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 再握上个鸡蛋 就能让孩子们开心一上午了 虽然小演员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海外演出生活 但是对于年纪十几岁的孩子 为什么会选择重要的生活呢 就觉得好玩 有往上跳的 有往下蹦的 特别好玩感觉 所以就留着了 菲菲出生在四川成都 学习杂技的时候才七岁 正是上学的年纪 那么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出来学习杂技 她的家人会同意吗 其实我家不是特念什么 其实挺反对我练这个的 觉得对我身体也挺有害的 但我真喜欢练 所以才练这 那你的那个高兴或者愉悦来自于哪 比如说练功啊 练成练成一个新妇啊 什么那种感觉 非常高兴 那种成功的感觉 对 对吧 对 菲菲用行列的话说 是天生的杂技苗子 除了身体的柔韧度很好之外 和一般杂技小演员不同的是 菲菲练功特别的自觉 啃下苦功夫 从来都不用老实操心 和菲菲不同的是 室内的祖籍是河北刑牌 她当初选择练一些杂技 跟一次逃学有关 因为性格天生好动 总喜欢玩上一些危险 有挑战性的东西 十一岁那年的暑假 面对着一笔没动 堆积如山的暑假作业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不想伤学 晚上开学了 我晚上又挨揍了 我到外面罚站一天 我找家长过来 然后正好一个人过来 找生 说谁去练杂技啊 我说我去 我说我去 然后我爸又在吓唬我 说练杂技可狠 就是受胃嘛 都听到杂技苦 没事 不怕 不要不去作业 对 只要不想作业就可以 然后我说 老师说让你上树 让你上得很高 停住 你就要停住 然后偷入一点 棍子 一棍子大拧 不怕 怎么说不怕 我就是去 从那以后到石家庄 一直到现在 快十一年了 由于身体素质好 世磊如愿 被河北省杂技学校选中 开始了与同龄人 不一样的人生 最初练习杂技的时候 让石磊异常兴奋 这就是他喜欢的 惊险刺激的感觉 而他也很快地 爱上了杂技表演 虽然在团里 菲菲和石磊都是最勤奋的 但是两个年龄相差 八岁的小演员 怎么会成为搭档呢 就是这次生病 让两人成了 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杂技团的老师 看到了两人的默契 便选中了 他们俩成为搭档 在杂技的舞台上 最难练的 就是两个人的对手 讲究技术 配合 更重要的 则是信任 成为搭档后 二人开始为 共同的梦想努力 菲菲说 虽然不能跟 其他同龄人一起上学 但是比起 他在学校上学的孩子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 有着更明确的目标 我们现在嘛 自己想要追求什么 自己知道 我们就准备去打个比赛 然后拿了什么奖的 那个名誉 在国际上 国际上也知道 准备打个国际比赛 走上杂技这条路 对于施磊和菲菲来说 也许都是偶然的 但用施磊的话说 成功当中 没有偶然 也许出来的孩子倒 独立了 独立了 看着 接在世面也倒 人家行为什么 大家不行 都想过了 家人家 家人把你送过来了 既然喜欢的 家人支持你 就要不要干好的 你干不好 回去还是失败 干什么也不行 干一行就要干好的 正好期 对 必须的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